看出他的焦急 蓝溪沉道 稍安 好不容易挤到看台前方 魏无羡望向中心 看北玉城主提着火把 将祭坛点燃 柳青武此时也戴着面具 魏无羡并没有看清他的长相 一时也失了兴致 隔着熊熊烈火 他看见了看台上端坐着的两位哥哥 魏无羡想冲他们挥挥手 可身前身后的民众都在蹦着跳着 相隔又如此之远 想必哥哥们也看不见他 柳青武走向看台之际 几位奇装异服的男女跑了出来 围着祭坛烈火 跳着别样舞姿 时不时吼一嗓子 陆离道 公子 他们穿得好特别呀 是很特别 或许是北玉某个不足吧 魏无羡也第一次见 又看了一会 见看台上两位兄长正和柳青武交谈 魏无羡对陆离说 走 我们去长街上逛 刚刚还在人群中 瞧见少年身影 同柳青武打了个招呼拜别之际 再转身 他已不见 蓝忘机走向看台 步履匆匆 柳青武道 二公子看着很是交集 蓝西辰微笑着端起茶杯 道 随他 我敬城主 璀璨灯光照耀在长街两旁青瓦红墙之见 随风轻晃的店铺招牌旗 穿流不息的行人 一张张各色各异的面具 这一切 无不衬托着北玉祭祀大典的热闹 与这泱泱盛世之繁华 魏无羡奔走在街道中 一眼望不到边际 仿若这长街没有尽头 小阿黎 你快看这个 他拿着一张弯弓拉了拉 笑眼藏在面具后 本就喜好热闹 此刻更是高兴 看什么都觉新奇 成群结队的民众来往穿梭 小孩子们举着玩具吃食 你追我赶 伴随大人们时不时地叮嘱 魏无羡随着孩童蹦大转身 笑得那叫一个开心 忽而他停下脚步盯着蹦跳的孩子们看 仿佛这也是他的儿时 父母在 天真且无忧无虑 公子 人实在太多了 陆离被挤得亮抢 陆锋护着他往前 也被挤得不行 哥哥 公子呢 刚刚还盯着的人 只不过眨眼间 魏无羡的身影已脱离视线 两人瞬间交集起来 拧着眉心担忧的四处查看 小巷中 魏无羡被抵在青石墙上 一颗心怦怦直跳 刚刚愣神之际 忽被一波涌上来的人群撞倒 身子直直往旁倒 他下意识想侧身躲避 可一旁是个半大孩子 躲过去 恐把人伤着 正当他打算摔一跤之际 手腕被拉住 一股大力将他拉住怀里 又迅速移至一旁小巷中 他还有些恍惚 眼睛一顺不顺 盯着面具后那双浅眸看 蓝蓝战 魏无羡伸手将那鬼面掀了上去 昏暗中一张俊脸出现在眼前 两日不见 他想得紧 也很想质问一句 为何躲着不与自己相见 蓝忘机也抬了手 魏无羡却一把护住面具 不让他摘 不是不想见我 他咕弄道 那还是不要看了 蓝忘机却执拗起来 用了些力 不顾腕上那只小手阻碍 强行将面具摘下 你 魏无羡觉得眼前人有点奇怪 从刚刚到现在 他没有责怪自己不小心 也未言语过其他 就直直盯着自己看 那双眼眸满是温柔 就快一出水来 你 怎么了 不知怎的 蓝忘机突然这般 他心里很没底 莫名地净担心起来 蓝战 魏无羡促了促眉 呼吸也开始粗重了些 他没注意到 先前说的不对 蓝忘机开了口 忽而讲了这么一句 让魏无羡更不懂了 什么 他愣愣道 蓝忘机看着那双微张的红唇 看那小翘鼻尖 最后对上那双含笑眼 有喜欢的人 有一瞬 心脏仿若 停止了跳动 紧接着便不受控制 砰砰砰震荡胸膛 如同路撞 魏无羡意识到了什么 又很模糊地不敢相信 一口气提到嗓子不敢呼出 将脸颊憋得发红 连手心都浸出了汗 他颤抖着双目 轻声问道 喜欢何人 从始至终蓝忘机都很平静 像是胸有成竹 又像早该如此 他好似笑了 浅眸轻轻眨了下 魏英 那口气重重吐了出去 尘埃落定 被叫了无数次的名字 这会儿在听 听到的却已变了滋味 宠蜜语疼爱变了滋味 连着那份喜欢也变了滋味 眼眶发热 魏无羡很轻地恩了一声 蓝忘机的视线 在他脸上来回犹疑 一会又对上眼眸 魏无羡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简直哭笑不得 不亏是自持手里的蓝二公子 连这个也要先争得同意 一颗心被他搅得呼上呼下 这会儿直接掉进秘中 甜腻地无暇顾及其他 只想着亲吻要不要闭眼 要不要歪着头 亲吻都需要做什么呀 最后他还是闭了眼 扬起下颚 点脚主动凑上去 贴住蓝忘机的唇 献计一半 蓝忘机早已经等不及 宫 喊叫未来得及出口 就被一只大手捂住 陆风孤着陆离的腰 抱起他快走几步 躲至一旁空地处 哥 陆离还有些懵 因为突然间被哥哥抱走 更因为 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事 哥哥 哥 公子他们 陆风冲陆离点点头 恩了一声 可是陆离还有些不解 可小脑袋非快转动了一会儿 又觉得理所当然 没什么好难理解的 陆风道 他们并非亲兄弟 陆离快速眨眨眼 道 对哦 他回想了下这么多年 两位公子的相处方式 他们对彼此的特殊 看对方的眼神 还有这些天 他家公子的反常举动 原来如此 陆离就这么把自己说服了 瞬间欣喜起来 原来公子是因为 发现自己喜欢二公子 才恍恍惚惚的呀 他嘿嘿嘿笑了起来 越想越开心 竟还原地跳了两下 嘿嘿嘿 哈哈 陆风宠溺道 傻 既然两位公子在一起 他们也就没必要跟着 陆风道 去逛逛 陆离咧嘴一笑 好啊 我想吃那个炉煮 刚刚闻着好馋 哥哥你买给我 第一次亲吻 两人都没什么经验 为无限贴上去时 蓝忘机有些失控 重重回稳着他 少年的唇 比看上去还要柔软 虽无经验可谈 但毕竟是前缘 蓝忘机依着本心 甜吻的同时 用舌尖撬开了少年的牙关 嗯 魏无限下意识地想咬 却又发自内心舍不得 蓝忘机亲得越发用力 因为少年无意识地举动 险些失控 还是魏无限先受不住 双手在他胸口推了推 两久后 魏无限气喘吁吁道 你怎得如此凶 不是已经互通心意了吗 也不知道疼惜一下他 坏透了 少年懦懦道一声 敏唇偷笑扑过来 抱住了他 蓝忘机哑着声音 道 再抱一会儿 看见两位弟弟牵手回来 蓝西辰先是摇摇头 笑容随即溢满眼眶 自己弟弟是和秉姓 他最是知晓 若真错过良缘 那恐怕这一生就只如此了 我要战争 战争 没什么事 宽快